民眾在書架前拿起一本本書翻牙翻 還有人拿著環保袋 要將整套喜歡的書帶回家 環保局在市府一樓中庭 舉辦延會藏書箱 共享閱讀去換書活動 只要用15顆以上廢電池 就可以免費兌換好書 吸引許多民眾前往尋寶 有很多書籍 我覺得都還滿新的 之後可以這樣子沿用下去 因為我是拿小朋友的繪本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可以這樣沿用下去 我覺得很棒 之後可以算廢物利用嗎 我覺得是把這些書籍再延伸 讓更多人可以去閱讀 我覺得很棒 我平常會有看課外書的習慣 然後這次有想到有課外書的活動 所以我想說 這邊的書應該都滿有趣的 我就來這邊來看 有沒有我比較有熱衷或是喜愛的書 它其實是一個滿好的活動 比起其他就如果去購買新的書的話 可能會對不是那麼環保 所以如果二手書可以藉由一個循環在利用的過程 我們可以減少那個紙的浪費 然後也可以享受在長陽在閱讀的樂趣之中 其實如果只要注重內在的話 其實不管外在是怎麼樣的話 其實它都是好的書 所以不管外在是好或壞 我們只要看它書裡面的內容就可以就好了 研會書庫從102年成立至今 兌換及索取書籍已經多達51萬多冊 服務超過5萬人次 除了讓二手書籍資源循環再利用 也幫助弱勢家庭有更多獲取知識的管道 為了服務民眾 環保局也成立研會書庫雲端平台 提供民眾及學生進行線上申請 省去錄程時間 像這個參考書類 以前可能沒有那麼多 後來越來越多 那我覺得上次很有幫助 因為我們也有支持這個弱勢家庭 那所以很多小朋友 他們可能家庭經濟狀況沒有那麼好 沒有辦法取得這個 自己去買這個參考書 上我們都這邊都可以提供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們自己覺得很不錯 但是慢慢的可能種類要再多一點 因為對孩子的需求不同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當然小朋友喜歡的一些 可能流行的故事書 這個有的孩子可能大概也不會看 即便看很多次也捨不得釋放出來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特別設這個許願牆 就是希望說孩子如果提出來 那有的如果可以 我們還可以跟社區靈禮去宣導說 我們可能會需要這樣的書 那大家可以一起提供出來 然後幫助很多孩子圓夢 我想最主要大概就是希望說 這個書整體看起來還算完整 因為有的缺了很多頁 但實際上對孩子來講 他們在閱讀上可能也會遇到困難 我們是希望說盡量這個書的完整性 只要看起來還算完整 然後孩子在閱讀上不會說一打開 就散掉了 那我們都希望說只要是完整的書籍 歡迎大家捐 但是如果真的破損很嚴重 那可能就希望大家還是收到其他的這個回收 紙類回收的部分 在過去呢可能都歡迎大家是用 你除了拿電池來這邊交換 但是我們也很希望說 那因為常常要到實體 剛好經歷過這幾年的疫情 我們發現大家的行為模式也做改變 所以我們也有設立這個雲端書庫 那大家可以直接上到雲端書庫來 然後跟我們預約登記 那我想這樣子會 一方面也方便我們在書的整理 效率上會更快 另一方面也可以讓大家 可以取得的速度更快 延會長書箱共享閱讀去活動 8月6號 7號兩天 上午10點到下午4點 在市府一樓中庭舉辦對書活動 民眾只要準備15顆以上廢電池 獲持相關證明文件 包括學生證身心障礙者低收集 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就可以現場挑選書籍 共享書箱樂活時光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